平川收入镜听听两个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抗 游人组大战亡灵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AZ亚马逊 出身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亡灵 ID叫Lubo 来自于保加利亚的一名亡灵选手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身在地图的右上角 一名红色的人组 ID叫Warsakir FQQ 没错又是大Q神 我们国内一个非常喜欢玩骚套路的人子玩家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FQQ首发的 哎呀又是圣骑士双农民敲祭坛 家里的话没有放兵营 那必须造一根塔 好我们看一下开局的话 FQQ敲了一个小农民过去 好又要开始秀他的一个高级练级技巧了 过来的话 哎呦幸好没有把野怪给勾到 好从这里挖树 挖到里面去 然后造一根塔 塔的话把这几个关射的差不多之后 是把英雄过来补一下最后的伤害 好我们看一下亡灵这一边 亡灵首发的是DK 第二个同龄塔放一下 是狗牛开局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双方开局差不多 FQQ依然是自己的撒套路 圣骑士一出来 那民兵一枪 又开始风光的不等级了 这边一技能直接升无敌 那你民兵敲出来还得练啊 好那这一波的话 民兵敲出来 但是你没有圣光 那民兵要承受很多的伤害 圣骑士撞在会非常的不错 这里打了一个加五的公爪 这个圣骑士属于打保留 像剑圣一样 上来打一个掉宝的怪 马上就撤 DK 杉杉来持 上来直接卖TP啊 这很可能是一个开分框的打法 这里我们看一下他要勾一个闪电盾 18C 哎闪电盾套上细节还是很不错啊 好我们看一下圣骑士 现在去练哪个点呢 这里能练吗 好先练一下这个黄皮 加雪的黄皮 这边的话小农民挖树已经挖的差不多了啊 再挖掉这根树就可以糟蹋了 家里呢很早也是放下了这个伐木场 塔的话圣塔马上升好 再补了两根塔 我们看一下亡灵 第一个装备 打了一个加速手套 装备也是还可以啊 像Happy就非常喜欢这个装备 因为可以提高一下攻速 好这里挖的差不多 我们看一下这边圣骑士 依然是打保留啊 这边要练一下这个四级怪了 无敌一顶 有开练 圣骑士开无敌练集 哎 有想法 虽然说输出不是很高啊 但是打一个怪也是够了 好 我们看一下亡灵 果然是练完第一个点啊 直接练分矿 这边的话直接放下腐蚀基地 家里的小狗拉过来 练集细节也非常注意啊 一色小的小狗赶紧转一下仇恨值 这个野怪 这个小狗的话被运作没办 只能一发C 这里挖树已经挖了差不多 已经开始造塔了 圣骑士过来抓一下对方 哎 听说你想开矿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六级的时候呢 能不能抢到 这里没有欲望去抢 上来打了个大蓝 那DK还是蛮开心的 过来直接想维杀 圣骑士开无敌 硬敲 把对方的矿盖子给敲掉 尽量拖一下对方 这个分矿成型的时间 好 圣骑士这边的话 民兵双线 到了二级 二级之后有圣光了 可以偷偷的 偷一下对方的一个小狗 这里这里被围住了 这里无敌时间 哎呦 没办法 只能敲TP 有点亏啊 开局的话过来就换了一个TP 王岭的分矿 还是能开出来 好 现在的话木头稍微有点缺 这里 王岭第三个点 选择练一下这雇佣兵 DK已经到三级了 等级已经反超了 这个圣骑士 圣骑士现在是二级半 好 这个塔马上升好 升好之后呀 要设一下这三个石头 966 家里的话二本升了三分之一 王岭暂时还没有升本 好 王岭继续练 这里的话刚刚打了一个魁靴 敏捷加六 这要是剑胜拿到 那是开心的不行 好 这边塔已经脏好了 开始射变之966 这位置卡得很不错 野怪进不去 射的差不多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最后的伤害英雄要去补 现在升级是远远不断的去骚扰一下 王岭的分矿 王岭第二次放下矿盖子 感觉还是要被这个升级师给A掉 哎呦 被迫第二次取消 那王岭前期的话 虽然说英雄等级是有点高 但是这个分矿成型的时间确实非常晚 那这一步的升级师是吸取的教训 特意买了一个单船 这个时候你敢围杀我 我消耗一下你DK的状态 DK打了一个隐身斗篷 隐身斗篷目前是白天晚上都可以隐身 这里升级师无敌时间一到的话 就要单船撤退 现在身上有一个攻转 配合圣光 输出也还可以 还想消耗一下DK的状态 赶紧单船撤退 王岭第三次放下这个矿盖子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FK手动控制 点每一个石头能伤害非常的均匀 只要是一直射 万一射没了就伤 就必须控制最后几滴血 让圣骑士去拿掉 好 我们看一下圣骑士在旁边 不能往前走 往前走 要仇恨值勾过来 好 开个无敌卡住 然后这边也双线夹击一下 最后九级 哎呦 九级手没有卡住 还是出来了 王岭第三次放下矿盖子 马上要放好了 加力依然还是一本 这一局的话FKQ拖延了王岭分矿的成型时间 导致王岭这个科技非常非常的落后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六级怪伤害已经差不多了 要手动控制一下 现在16滴血 换成另外一个怪 升级士等下就可以补一下伤害 这个怪控制几十滴血 也可以换一下 现在设这个怪 五顶一顶 收掉一个 再收一个 两个六级怪收掉 升级士金光一扇 到了三级 这里最后一个九级怪 S一下这个塔 不能最后收 对 这里成功补掉伤害 打了一个加十二的弓爪 哇 这一局FKQ练这个连练的 还是非常的顺利 装备也还可以 不过这装备只是不太适合 这个圣骑士 好 王岭继续练分矿 这一下是验人组的分矿了 那升级士到三级 又开始盛光了 这王岭到了七分多钟 分矿还是没有成型啊 那宽盖子终于这次可以好了 升级士暂时拆不了 除非你买炸弹人 人组这边的话是升三本了 三本升了将近一半 黄铃现在继续疯狂的不等级 DK这里的话 哇 又打了一个大篮 这舒服啊 DK两个大篮 黄铃小狗来过来 圣骑士现在 诶 单纯CD应该好了啊 这边有二级圣光 杀一些小狗也可以 然后成功撤退 圣骑士 哇 这边不要太贪 这万一DK赶过来咋着 DK继续练一下这一波罐 诶 这个大篮没有拿 应该是这边格子满了吗 诶 没有满啊 找了苦 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他应该还要去拿 这不拿的话就惨了 这里拿了一个一人面罩 哇 这DK也是打保留 升级士 好 无敌时间又来了 四级 四级升级士 二级无敌 这王陵这个分控完全就是负资产 你要不开分控 估计很快可以把对方拿下 结果分控啊 拖延了自己很多一个节奏 DK还是对这个大篮念念不忘 两个大篮一个一人面罩 这一局的DK装备是真的好 好 人走三本升好 王陵的话二本升好 双方的话差了一个客气 哇 FKQ买了一个炸弹 把对方的两个通灵塔给炸掉了 这虽说你看起来 对方只有一个英雄 但FKQ可以非常擅长利用地图的元素啊 一个人在这搞七搞八 然后炸弹来 哎 把这两个塔给炸掉了 接下来王陵还是要回家管一管啊 不管的话这个分控趁时 非常非常难受 好 这一局 FKQ 一直到现在商店还没有炸好 三本升好 马上放车间 那这一局的话应该又是飞机坦克流 我们看一下DK已经坑声认次啊 练到四级半啊 二本升好 这边的话阿发一个列区 可以考虑三本的时候啊 收出一个恐惧 到时候睡一下对方 稍微的限制一下这个让人非常非常无奈的圣骑士 DK现在是满地图找一下DK没找着 好 那自己可以安心练练极了 圣骑士状态补的差不多 好 特意买了一个飞艇 后面有飞艇在 那坦克空投起来也方便 那现在双方的一个形式 王陵是优势是英雄等级 还有这个资源 烈士的话就是科技稍微一点落后 圣骑士现在是有四级二级无敌 无敌一顶马上又过来屠农了 那王陵这里能堵口吗 好 蜘蛛把这里给卡住了 哎 很不错 那圣骑士只能单传撤退了呀 这一波有点亏 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 冰甲套起来 这是无敌 基本上冰甲对他也没什么影响 这里 哎呦 蜘蛛赶紧真紧补一个位置 DK要不要1%好抬回来 这里的话 哎 蜘蛛 哎呦 这里蜘蛛有点紧张啊 没有卡住 导致圣骑士竟然装了进去 然后飞艇成功把他给带走了 王陵这边的蜘蛛 不知道有没有伸好这个网啊 有没有伸好网 好 这里又补了一个天鬼 圣骑士又过来了 只要这个口没堵住 圣骑士在这里简直就要无法无天 好 王陵 看看是不是想一波去进攻一下 还是选择练击 把自己的乌妖给练上来 圣骑士又在这里吭吱吭吱的 哎 对方这个矿盖子了 小小师生不太敢采矿 过来一个圣光 二级圣光还是打不死 要补一下伤害 小师生赶紧修 修一下这个矿盖子 我们看一下人组家里的坦克怎么样了 坦克这边 好 这里已经有坦克了 放上了飞艇 这里天鬼过来处理一下这个飞艇 FQ这一局的话已经买了两个飞艇了 圣骑士还在吭吱吭吱的 哎 这个矿盖子 哎呦 王陵这个分块是真的亏 花了大价钱 现在一直没有回本 反倒成为自己一个突破口 对方各种进攻 好 看一下 王陵再练下去 DK都快到五级了 双方英雄等级差距有点大 哎 看一下 这个飞艇空头了 这空头下去 很可能这个矿盖子会掀掉 另外一边 天鬼的话追杀了一个飞艇 现在坎春过回来 圣骑士单传回家 两辆坦克又开始了 一攻一防的坦克 目前攻防并不是特别高 家里的话看看 有没有继续去补一下 还在继续补一下攻防 王陵现在是坑吱坑吱烈 暂时拿这个圣骑士没什么好的办法 这里已经准备好随时空头 一般FQ进攻的话都是双线进攻 单面进攻的话对方可能防的比较不错 我这主矿分矿一起进攻 我看你操作哪边 好 这里主矿已经开始空头下去了 现在王陵所有的助力也是在主矿 这个时候分矿 哇 两辆坦克也过来进攻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王陵 选择还是救一下自己的 单传到一个英雄到分矿 然后巫妖回主矿 圣骑士现在是进攻一下王陵的主矿 上来一个圣光带走 哇 这个矿盖子好像要掀掉了 掀掉之后 圣骑士没有买这个 没有买避难 看看飞艇要不要接一下 蜘蛛没有身亡吗 这里成功 接走一辆坦克 第二辆坦克也接走 升级是在这里继续和对方号 哇 主矿矿盖子直接掀掉 另外一边DK加蜘蛛 我又坑吃坑吃 砍这个坦克有点砍不动啊 目前坦克是两弓 才建筑的能力是真的强啊 这FQ这一波空头坦克 达的是真的浪漫的优点难受 分矿的话依然还是负资产 升级是过来整一整 DK拆完一辆坦克终于是到了五级 升级是界面一个三级C 现在升级是尽量拖一下时间 杀对方的一个尸身 赶紧单船 哎哎哎 好 幸好关键时刻升到了五级 然后无底继续一顶 这里还在拖时间 还在拖时间 看一下现在还在拖时间 好 时间差不多了 赶紧撤赶紧撤 人族家里的话 看看男女巫出一点 尤其是女巫生个隐身 家里的话继续补坦克 这刚刚还是亡灵双矿 打人族的单矿 现在突然变成单矿打单矿了 哦 不得不说 现在变成了零矿打单矿 哎呦喂 亡灵瞬间双矿 就直接被FQQ给缴械了 好 升级是平安归来 回家补一下状态 有个男巫已经等候多时了 关键时刻 哎 可再出一个血法式啊 工具人给自己输送点魔法石 家里呢继续补坦克 我们看一下亡灵 现在的经济429块钱 钱是有啊 但是现在呢 他一直没有放这个框盖子 感觉放完 对方又过来进攻 所以暂时呢 他也没怎么放 亡灵难道是不想打了吗 好 分框放下了 分框放下 他还是主要就一下分框 分框的话 还有一万八的次行框 这张地图 两万的次行框分框 那有小狗 那不能让FQQ 把分框给开出来 确实现在FQQ 单框打双框 都打得风生水起 这要是让对方双框开起来 怎么玩 家里我们看一下人口 现在亡灵40人口 人组的话是48人口 亡灵现在继续练急 那DK其实可以让一下了啊 你再吃也吃不到经验 但会分摊到经验值 好 升级是又过来了 哎 听说你这个分框想继续运营下去 听问过我妈说吧 我不同意你怎么运营下去 升级是吭吱吱吱 加十二的公爪是真的巧 才见着 一般说平A不太行 但是有一个加十二的公爪加成在 确实输出不太一样 这里飞艇又开始了 主框 主框这里已经不想去搞了 王林觉得 哎呦 我也就最多只能守一片框 所以说不敢双框一开始搞帅了 哪些主要精力把自己的精力放到分框上 哎呦 巫妖一个人就行不住呀 这个怎么了 巫妖一个人来守哈 5点1点 DK3GC赶紧把巫妖给抬起来 这个时候又开始空头了 这一波王林经济有点炸啊 200多块钱 然后双框直接爆炸了 升级是再杀下去要到六级了 坎克继续拆 看一下王林怎么转 王林现在的经济有点炸 三本刚升好 但是并没有前出三英雄 好 这边三级基地直接被坦克给拆掉 那王林不堪其路 直接退出游戏 我们恭喜FQQ 那这一局的FQQ 哇 这一波双线进攻 确实玩的巧妙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阅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